童话们 大家好 华语有加做 我是树根秀木 近年来 香港电影的青黄不见有目共睹 不论是导演演员还是题材 都在面临着该去往何处的迷茫困境 而就在去年 新锐导演陈建朗给大家送上了一道港味十足的大菜 唯一为港片注入了一阵强心戏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电影《手卷焉》 1997年 米自欺从香港的上空缓缓落下 日不落帝国再也不负他昔日的统治力 无数英属政府人员从此踏上了返乡之路 伴随着驻港英军的撤出 滑稽英军这个群体自然也不负存在 然而 香港能给出的护照十分有限 大部分的低节士兵只能继续流港自谋生路 就这样 大约有1500名士兵一夜之间失去工作 被迫重新出发 观超正是这些人当中的意愿 然而 在一切都差不多已经进行的年纪 重新出发又何才容易呢 最终 他还是没有找到正经的营生 只得落草为寇 混迹于低层社会当中 靠给各路帮派做中间人赚取些佣金 就这样 摸爬栏杆滚打 走过了20多年 这一天 黑道老大泰哥 托官超联系了一位台湾商人 去购买金钱盔 期间 台湾商人狮子大开口 要假惊人 多亏 官超这个中间人尽心砍价 最终以7万每日的价格定下了100只 生意坛成 泰哥清河眼皮 对官超表示赞许 但却绝口不提佣金的事情 上车扬上而去 官超自知惹不起这位大佬 只得陪笑着送他离开 转头走进大厦 在这里 他已提前留了一条财路 原来 他早和了台湾商人打好照应 两个人 一个白脸 一个红脸 其实早就将价抬高了许多 商人承诺 赤城以后 利润会和他四六分成 官超拼命赚钱的压力 源于身上所背负的高利贷 每月 他都要定时向债主还钱 然而最近 经济却并不景气 再加上 他投资的娃娃机生意失败 还钱越来越困难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到了老战友 想要借100万救济 然而对方也不过是为在轮渡工作的船空 哪里有余钱去接济他呢 面对官超的求助 他也只能说 会再帮忙问一问其他战友 听到这里 官超的神色一下就暗淡了下来 与此同时 生活困窘的并不是他一个人 来自南岸的少年维尼 同样是每日挣扎在痛苦当中 他带着年幼的弟弟来香港和表哥一起讨生活 维尼迫于生计也盖起了饭头的勾当 维尼并不想做这些事情 更不想把亲弟弟牵扯进来 可表哥却雄心勃勃 还告诉维尼自己想要做这一件大买卖 刚挂了电话 维尼就看到一伙人向自己在这边走来 正是这批货的主人泰哥所派出的小弟千万行事问罪 见状 维尼只好奔起货物 躲路而逃 慌烂之下 他竟然躲进了官超家中 尾随其后的小弟们进屋搜寻 还好他藏身杂物后面才躲过一届 在小弟们走后 查悠他动静的官超 迟倒把人给逼了出来 维尼承诺自己会给他一百万 要求能让他在这里藏身躲避风头 官超乐得一笔意外之财 便让维尼暂且在这里住下 然而 那么维尼还是多了个心眼 并没有交代货物真实的下落 而是偷偷将之藏在了一个娃娃机当中 到了次日 官超在街上发现泰哥的小弟 依然在四处抓人 并逼问货物下落 他这才意识到 这次的事情恐怕不会简单过去 与此同时 在家变得维尼却丝毫不知大难临头 不但乐呵呵地摆弄起了官超 要在家里的金钱柜 接着他又翻出了官超 锁在柜子里的录像带头看 这才知道 眼前的这位混混模样大哥 之前竟是一位在岗英军 从此 维尼便开始用长官来称呼官超 听到这个早已名不符实的旧称 官超心情也颇为复杂 但也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这么叫下去 甚至 在这个傻小子的带动下 他也开始对那只金钱柜上了心 不但把乌龟转到了大空当中饲养 还费心喂食喂药 两个人 一个忘了债务 一个忘了追杀 在这小小的公寓里 过起了快乐的同居生活 然而 不久之后 学校老师打了电话告状 说文尼的弟弟又与别人打架 要求家长到学校处理 否则就要叫他开除 心气如焚的文尼 立刻就要赶过去 可官超 不忍见这个傻小子出门送死 只好硬着头皮去学校接人 在办公室里 学校的弟弟耿着脖子不肯认错 官超只得铁腕镇压 揪着耳朵逼他跟老师道了歉 等他出了校门再细细询问 这才得知 原来弟弟是因为被同学排挤 才和别人打架 听完事情的原委 他叹了口气 只觉得和这南亚孩子同名相连 都是找不到归属的孤魂有鬼 他带孩子到小摊上吃了口饭 可还没有吃上几口 便又碰到了泰哥的小弟辣鸡在街上搜人 还好 他及时将孩子挡在身后才躲过了一届 如今 维尼他们在香港 除了表哥也没有其他亲人 官超知道 才让这孩子独自晃荡 迟到要出事 于是便将他带到了一位乡熟的女子家中 请他帮忙照顾 这女人是经营按摩房卫生 官超也经常光顾这里 时间一长 两人的关系自然也变得颇有些暧昧 然而大家都是过了今天 不知明天会在哪里的漂泊人 两人谁也不曾捅破那层窗物质 在安顿好了孩子以后 官超回家通知维尼让他放心 在知道弟弟平安无事以后 维尼也顿时放下心来 还笑着和官超聊起了对弟弟的期望 说自己会努力赚钱供他读大学 不让他步入自己的后尘 正说着 不想泰哥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原来是那批金钱归出了事情 运输途中环境恶劣 五归全死了 这下子 不仅没得赚 泰哥还把那是台湾商人给绑了 要他赔三位的定金 而刚一进门 官超就发现了 文尼表哥那残不忍住的尸体 他知道 那泰哥素来心狠手辣 赶紧上前用国语安抚那台湾商人 让他老实交钱稀释宁忍 否则一定会有表台湾 没想到 这位台湾老哥也是个投铁的主 刚一挣脱束缚 就红着眼睛上前要拼个鱼丝宝破 然而 强龙难押地头车 看着邵氏电影长大 对国语也同样能听懂的泰哥 直接就一通铁拳 金将商人当场打死 眼见出了人命 泰哥还不罢休 硬将这赔偿都算在了官超头上 这对于原本还没还清债务的官超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回到家 看见维尼这个大麻烦还坐在沙发上 官超顿时气不大意出来 推嗓着家人赶了出去 刚关上门 战友又打来电话 原来是另一位老战友即将结婚 他们此刻正在聚会 邀请官超也来寻许旧 挂了电话 他忽视掉了还在门外不断央视的闻尼 便出门赴约 然而 这场聚会却并不十分融洽 原本正在说笑的一位老战友 一件官超便脸色大变 他对他冷嘲热讽 原来当年金融市场如日中天 炒股转型的官超便怂恿一位同好一起炒股 在今天的刺激之下 对方甚至借贷投入股市 不想崩盘如山倒 股灾之下 战友背上千万债务 更是最终因而丧命 而其他战友都将这场悲剧归咎于了官超 从此与他断绝往来 只有最初 官超寻找这些战友 还与他保持联系 更试图缓和他与其他人的关系 然而这其中的隔阂 毕竟涉及到一条好兄弟的人命 又岂能轻易的调和呢 这场聚会最终自然还是不欢而散 回到家之后 官超窝在沙发里抽着门烟 门外 文尼还在不停的敲门哀求着 还说自己忘了重要东西 官超无奈之下只好起身给他开门 只见对方怯声声的 从门外一步步的挪了进来 转头去到娃娃机里 拿走了一个惊天巨雷 正是之前藏在这里的货物 官超下一颗火帽三丈 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老权招呼 他告诉文尼 那表哥早已经被这些东西给害死 如今自己也麻烦缠身 还背上了几百万的债务 让他赶紧离开 不要再来牵连自己 那文尼兴兴兴转身 片刻之后又下定决心走了回来 他将所有的货物全都给了官超 让他找为买家卖掉还债 8公斤的货物出手便是一笔巨款 官超找到债主 用货物抵完了债务 甚至还有不少余钱 债主笑着调侃他 从此便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而官超加拿到的钱分给了文尼 对方却表示 官超远比自己更需要这笔钱 便把钱全都让给了他 这一举动就让官超震动不易 货物已然出手 债务也即将还清 一切风波看起来还在渐渐平静 官超接着掏出了那个蓝色的烟盒 亲自为文尼点上了一根手卷烟 还说自己会帮忙安须好弟弟 而文尼可以先出去避避风头 等事情完全平息了再回来 手卷烟静静的燃烧 官超还向文尼谈起了自己的信仰 不谈一不谈三谈二 不谈风不谈雨谈雷 这雷字是香港帮会黑话中对数字的叫法代表二 而在粤语当中 二又与一同音 雷气也便是义气 也是官超最为深层的信仰 临别之际 他将烟盒赠送给了这个相识不久 却情深义伦的南亚少年 两个人就此别过 告别文尼之后 官超回家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或许他还可以带上一只暧昧难民的女人 从这里离开 便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一伙台湾人却在此时找上门来 在头那正是乌龟商人的大哥主圣 他须旧联系不上兄弟便上门前来要人 而就在官超与其对峙时 泰哥也打来电话 原来愣通愣脑的文尼偷跑回家收拾行李 被一直在那里蹲守的马仔垃圾抓了个征兆 怜行拷打之下 银河从他身上掉了出来 泰哥便认出这是官超的东西 于是就来轻视问罪 请导致同电话 一直都在旁边的竹笙 立即逃出枪拍在桌上 命令官超在自己前去找泰哥对峙 然而见了面以后 似许为地图师的泰哥 却根本不把那竹笙哥放在眼里 只顾向官超质问那批货的下落 眼见两个人拉拉扯扯 一旁抽烈的竹笙不耐烦起来 竹笙适宜自己还一直在旁边处着 没想到泰哥一点面子都不给 还出演挑衅 如今谈判破裂 竹笙直接拔枪便设 热兵器的时代 上市电影的招式也保不了泰哥了 一众手下死伤惨重 连一只跟在身边的心腹马仔垃圾 也被他毫不留情的挖来挡枪 倒在了官控向下 这一番下马威后 泰哥的态度180度大转变 不但改口尊称竹笙大哥 还承邀一起合作 更是将杀死乌龟商人的责任 全都吹到了垃圾身上 听到泰哥的一番话 一膝尚存的垃圾不禁怒目远睁 但稳住了逐生情绪 泰哥又把眼神转到了官超身上 自知难逃一劫 官超索性放手一搏 在一段四分钟 拳拳道路的生猛朝凌头过后 泰哥的瓦仔依然尽数倒地 然而一命相波的官超也是奄奄一息 见状 泰哥拧笑着走上前来 用膝盖抵住文尼阴侯 谁知此时 一个身影却扑倒泰哥 正是马仔垃圾 他和这个不义的恶徒同归于尽 一场恶斗作罢 竹笙诞然离场 只揪现了一句话 你们只会自己人打自己人 遍体鳞伤的文尼爬到官超身边 学着他的秧子卷了一根手卷烟 然而官超却再也无力接住 不久 文尼为官超的战友们 送去了一张战友已经还清的证明 原来他这些年来负债累累 都是在为那位借了高热的战友去还债 而在债务偿还完以后 官超也算了结了心结 再无牵挂的离开了 只剩下了文尼 在那间曾经藏身的公寓当中 助手着这份鲜有人知的义气 直不定手卷烟 依然是最熟悉的港片配方 边缘群体兄弟义气 加上血肉横飞的打戏 看之憨畅邻底又有回味 作为前滑稽英军 官超是迷失在时代转变当中的小人物代表 原本稳定的生活 一夜之间迷失 而古代事件更是使兄弟决裂 剥夺了他最后的社会归属 跌跌撞撞走过20年 他就像是自己坚持出的手卷烟 已经是过时便位 与这个社会格格无入 为占有还债是他生活的唯一目标 过去 正常的生活都被记录在录像带当中 被他锁在柜子里 而一个偶然闯入的南亚仔 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文尼明明同样挣扎在生死线上 却一点都没有要争有斗狠的自觉 一心向善全无心机 还有这份近乎不合时宜的义气 而正是这份义气 让关超又作魂了过去 那个有血有肉 有感情有思想的自己 也让两个人有了同卷一支 过时手卷烟的情谊 物欲飞速蓬增的时代 情谊已经越来越少的被提及 然而总有些东西 惊得起时光的雕筑 不讲义气的泰哥 最终被小弟亲手了结 赐得毫无尊严 而关超和他的手卷烟 则永远会被一个南亚少年所铭记 我是书名秀木 感谢您选择与我一起去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